你那五千块钱 你会不会退给我 我最近收了一块料子 我一个好哥哥 李哥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拿着料子过来给他看一看 他应该是对装我的好东西 我们今天就拿回去给他看一下 合适的话给他收了 李哥 小智来坐 阿平 你认识吗 有接触吗 我知道他 这料子我就会跟他收的 意思今天看上了我的宝贝 我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是 就是这个 这料子前两天跟小斌收的 我们今天是来解决试的 我也大概也知道 什么样子 是吧 怎么了李哥 他说 他跟我说这个料子啊 他卖给你是一万五 对对对一万五 一万五收的 然后他可能犯糊涂了 他自己觉得他犯糊涂了 怎么了 他说这个料子最少要两万 现在我们也知道行规 因为一旦这个石头出去了 对吧 你已经把他收走了 对不对 我们不能破坏行规 对 但是呢 同时他又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解决一下这个意思 要么就这样 他说这个 阿斌 小吃 吃个饭 好不好 或者是大姐田 是不是 大家朋友 对吧 我们大伙伴也会过来 行规嘛 对吧 这个东西 你现在这个石头出去了 是不是 就是出去了 哎 好吧 你别说 你别说 你别让你听我说两句 好吧 嗯 这个料子 嗯 谢谢 这个料子我是前两天跟小斌收的 我是说一万 那今天小斌意思就是说 这个料子你要反悔 是吗 你要我加到两万是吗 稍微加点反悔 因为我 这样不可能 小斌我跟你说 这个不可能的 知道了 那李哥 今天也在这里 但是李哥 李哥 我不说不给你面子 我们行有行规 对不对 家有家规 国有国防 这个东西 你一万五卖给我的 对不对 这个没错吧 没错 哎 假如说这个料子 我两万五给你买的 我觉得我也买贵了 我也觉得我看走眼了 我跟你要赔五千 你会给我吗 小斌 兄弟不要这样说 不是说不说 这个事情 我就问你 那五千块钱 你会不会退给我 绝对不会 对不对 你还不是跟我说 哎 料子我一斤出手 我不退不换 什么什么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小斌 鸡哥说的对不对 大兄弟嘛 今天李哥也在 李哥我以为今天李哥让我拿这个料子过来是李哥喜欢我这个料子要过来操作一手 结果 哎 小斌你也在这里 大家都同学来解决问题 对 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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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可能的 小斌我跟你说 啊 不可能 啊 李哥 真的 真的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不给你面子或者怎么样 我知道 知道 这个东西是吧李哥 阿斌 我单独哎 我拿两千块钱出来 我请你去喝顿酒吃顿饭 是吧 我们去喝茶或牛 这个都没问题 知道吧 但是这个东西 你一万五卖给我了 就是一万五 你说你现在让我加钱 甚至想要要回去 那是不可能的 大家兄弟嘛 对不对 我请你吃饭 好不好 小斌你先跟我说 我把钱对 小斌你听小智说啊 这个东西 是吧 我刚刚也讲了 我们行有行规 啊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这个东西你卖给我了 就 就是这个价 对不对 我刚刚也说了 我不可能说 哎 我看走了 我两万五给你买的 我觉得我回家的时候 哎 打着你看 啊 我或者我切胎 他不值两万五 我要给你要回永远 你不会给我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这个事情 李哥也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事情小斌 我不可能给你退 知道吧 李哥 今天这个面子 我真的没办法给 我改天请你喝茶 好不好 真的 哎 小鸭 我们走 这个 别生气了 今天真的是无疑了啊 他就算是私下找我谈啊 也还好 对不对 我可能加个10%的代购费 哎 我啊 是吧 我还给他 我再卖给他 是吧 他还找了我一个好朋友 李哥过来说这个事 真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知道吧 这种坏规矩的人 我真的真的我恨 我看不惯 我永远都看不惯 别拍了 别拍了 小杨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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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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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queste